南投县仁岸湘合作村产业道路因路况差 清洁车辆难进入收运垃圾 茶农菜农还有住户贪图方便 将垃圾随意丢在产业道路旁的山谷 造成悬崖旁到山底下全都是垃圾 形成一条壮观的垃圾瀑布 这边属于偏远的地方 垃圾车或是自远回收车没有到达的地方 所以就一些这边的农民 不知道垃圾要往哪里丢 就变成这样了 满堆垃圾可以看到农药罐 肥料袋 甚至连弹簧床都有 青山变了样 看到这般景象让当地居民相当感慨 我们原住民大部分都是用烧的 有啊 屋子他们 这个看肥料我们没有在用的 不只是合作圈 华岗地区也堆满许多垃圾 清洁队每周两日上山收垃圾 为了收这些垃圾 得要花上六小时以上 还得行驶进入危险的例行道路 例行产业好走吗 这里差不多不好走 华岗地区无法坐到垃圾不落地 只能提供站点给当地人丢 再由清洁队收运 至于清洁车辆无法进入的产业道路 只能呼吁居民有功德心 离开时将垃圾带下山 记者综合报道